哎,我姐这个车哦 你看,头都伸不直 还没有自己的人际房车好嘞 哈喽,我是王的 我现在已经暂停徒步了 现在是坐着我姐的车 再前往我家的路上 昨天晚上开车开到12点半 太累了,我俩就在路边上睡了一觉 给大家看一下我姐开的车啊 这是一个7座的商务车 然后后排的话就放倒了 他还在睡 然后,哎呀,因为下面的话是放的东西 所以这个间距就不是很高 顶着头了 然后现在要起来了 好几天没有洗头了 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嘛 现在海拔是4000多 温度的话0度左右 只有到格尔木才有地方洗头洗澡 嗯,昨晚上呢又是做噩梦了 还是那种情况 就身体睡着了,脑袋醒了 就还出现一些幻觉 就特别的恐怖 然后全身都疼,真实的疼痛感 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 老是有这种情况发生啊 啊,现在是准备起来了 哎呀,好累呀 坐车也累 现在在下雨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是把前面的窗户打开的 啊,昨天晚上就在这里扎的营 路边上 我车还是好一点啊 随便一停就行了 现在我要去这条路的到超越 找个地方上厕所了 说实话 我还没有从凤气徒步的影响中走出来 我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遗憾不甘 跟难过 但是呢 我爸爸跟我妈妈都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了 我有的时候就太硬了 但是这一次放弃的话 也不是一个坏的决定哈 也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今年的四月份 我跟女魔头在海南骑自行车环岛 大家都知道吧 当时走了三亚的时候 女魔头就没有走了 而是回去了 然后我还固执的往前走 最终的决局就导致了 富国车祸离世 为此我傲了很久 也自责了很久 如果当时我跟他一起回去骑摩托车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所以我们在每件事情中 不断的学习跟成长 希望能找到最好的自己 啊 弄完这个事情 我手都快僵了 昨天晚上就没有吃饭 然后今天在车里面煮点面条 泡面是不营养的 但是鸡蛋是营养的 然后打两个鸡蛋 这个我这气没有了 将就一下 荷包蛋 嗯 泡面 给大家讲一下啊 什么叫冻死在夏天 走了109一个半月 你看 接近50天的时间 在路上都没一点下雪 包括翻唐古拉桑 也没有一句下雪 好家伙 这 开车回去 路上现在在山江源这边 下雪了一看 哦 好冷的天啊 就知道天徒步 不过就会冻死吧 所以说 这么一来也安慰自己了 逛去徒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不对 看下雪景给大家 这里是长江源 海拔4750 就咱们这里都下这么大的雪 可想而知 他们前面往唐古拉上走的雪 该有多大 已经白暖暖的啥也看不见了 一会儿雪更大 虽然很冷哈 但是看到雪 对一个南方宝宝来说 还是很开心的 没事干 给大家丢个雪人吧 哦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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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手脚都动麻了 赶紧回车 知道吗 姐姐快走了 太冷了 我俩下来拍雪进来了 冷死我了 宽中山海拔4768 这就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现在已经被大雪覆盖了 啊 好喜欢雪哦 看 可可西里欢迎你啊 这是可可西里的一个简介 哎 然后这里面的话是野生的湛林羊 特别多 哇 现在雪是越下越大了 我们都赶紧走了 不然沐上结冰的话 就不好走了 走吧姐 现在距离格尔木 还有 158公里 开车快多了 然后现在是来到了昆仑神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神泉的 行程过程啊 然后咧 然后咧 我再带大家去看一下 它这个泉水在哪里 昆仑盛泉 路过的很多大货者司机 包括周边的居民 都会来这里打水 你看 它是从地里面冒出来的 是不是很自然啊 自然奇观 感觉有点像温泉一样 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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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水深不深啊 好像看起来也不深啊 清澈见底啊 昆仑神泉 这个位置距离格尔木寺94公里 海拔3700米 常说当年文成公主 进葬时路过此地 突然遭遇封杀 然后无法前行 然后公主将一尊佛像 可能就是我眼前这个佛像 放在平台上进行祭拜 突然一股清泉喷涌而出 形如宝塔莲花 这就是昆仑神泉 湛羽称为赤纳台 是沼泽中的平台 也称佛台 好啦 我放弃了 我不念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简介的啊 然后呢 它被称为人间圣水 我们现在要取一点人间圣水 回去尝一下了 然后这边也有 呃单地的居民拿水回来打水了 一股清泉 鼓鼓流烫 终年不化 泉水的下方这边 有如瀑布 然后一直溜溜溜溜溜溜 溜到了这边来了 看 顺利到达了格尔木 跟我们的小雪 纷纷集合了 还有周姐 来格尔木的第一顿 就是大餐一顿 我们在山里面太难过了 来干杯 你们干杯 我干肉 我们都是无肉不欢的 很高兴再次相见 吃吧 吃胖了 再说吧 吃胖了